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11月20日晚,乒乓球福岗总决赛继续进行 此前因为伤病原因长期告别赛场的日拼一节 早田希娜登场 迎战欧洲冠军罗马尼亚名将斯佐科斯 结果早田希娜完全不在状态 最终一轮由1比3出局直布女单16强 由此而成为首位被淘汰的东道主选手 早田希娜是目前外协会世界排名最高的女选手 曾多次突破国拼主力防线 在单打项目中拿到过奥运会与世锦赛铜牌 亚运会银牌、亚锦赛金牌 但最近三个月一直在养伤 连日本国内的替联赛也全部放弃 状态非常不理想 斯佐科斯是欧运会女单冠军 欧锦赛女单亚军 曾打败国拼主力陈梦、陈幸彤等人 但此前对早田希娜连输五次从未赢过 不过这次对方大病出狱 斯佐科斯迎来反败为胜起击 比赛开始后 早田希娜的状态仍然不是很理想 自己的发球轮连丢二分 揭发球也没有遏制住斯佐科斯的冲击 再丢二分 面对不利形势 早田希娜不断追赶 从对方的正手薄弱位置进行突破得分 随即追至8比8平 再度落后继续发力抢攻得手 但10比9领先后 错失局点被对方追平逆转 最终因为只发球而以10比12败北输掉首局 第二局早田希娜依旧开局落后 自己的进攻威胁不大 失误较多 随后站稳脚跟再次追平 但后半段仍然打得比较乱 揭发球完全不在状态 前三板就迅速陷入被动 结果以6比11在负被逼入绝境 第三局早田希娜被水一战 依旧在场上显得过于松弛 揭发球不敢发力 结果导致拧拉质量极低被抢冲 不过中局以后 早田希娜在台内控制方面 牵制住了斯索科斯 逼对方失误连连 最终以11比6扳回一城 避免了被凌风淘汰的情况发生 第四局斯索科斯仍然在搓百环节下风 上来就不断丢分 但随后早田希娜自己出现许多失误 尤其连续进攻的过程中 突然转防守 反而给对手制造很多机会 随即被斯索科斯逆转 并最终以6比11输光整场比赛 由此而被淘汰出局 无缘女单八强 11月20日 乒乓球福岡总决赛继续进行 台北名将林云如 德国主力秋档登场迎来首秀 在男单首轮展开对决 结果不久前才3比2 艰难逆转战胜对方的林云如 又打满5局 而这次林云如2比0领先 连丢3局被逆转 多次错失赛点被翻盘 由此而一轮由被淘汰 秋档泽继达科 三比0胜林高远之后 达到第二张蓝丹八强赛门票 林云如 秋档都是国兵的重要对手 两人都曾打败过中国队主力 也都曾排名世界前十 目前林云如在第13的位置 后者则在第12名 虽然秋档当前的积分 略多于林云如 但他在两人此前的两次交手中 全部败北 无疑胜计 最近一次就是发生在总决赛 开打不到两周前的 WTT法兰克福冠军赛上 不过当时两人打满5局 才分出输赢 由此可见 两人实力差距不大 所以本次对决 依旧胜负难料 比赛开始后 秋档率先发动 打出了直派运动员 上手较快的优势 但连得2分后 被林云如的左手打法控制线路追平 中间断移后 林云如逐渐掌握场上的主动拳 通过压反手 调正手 逼秋档 难以抢攻得手 最终以11比5 比较轻松地拔得头筹 第二局 林云如依旧打得非常强势 秋档则利用直拍横打的稀缺性 出奇制胜 双方在前半段再次打得非常胶着 但后半段 秋档还是未能抵挡出林云如的冲击 结果又被对方以11比7拿下 由此而大比分0比2落后被逼入绝境 第三局 秋档积极抢攻 扮出抬球 形成主动 尽量不给林云如形成左右开攻的上悬相持机会 很快便取得领先优势 林云如在大比分占优的情况下 出现心态波动 很快便1比6 5比10落后 最终以5比11败北被对方扳回一城 第四局秋档气势大增 再次开局领先对手 但林云如也没有轻言放弃 随后追到6比7之差一分 德国队随即用掉暂停拳 本次比赛双方的教练阵容也很强大 秋档这边是前德国世界冠军罗斯科夫 林云如这边则是日级前国拼奥运冠军 伟官秦光 回到赛场后 秋档再次发力拉到四个局点 但随后出现失误被对方连追2分 不过紧接着林云如未能在近台站稳脚跟被打退 随即以8比11败北 比赛被拖入决胜局阶段 第五局林云如上场后 率先利用发球抢攻拿2分 但很快被对方突破正手空档而连丢3分 于是选择暂停调整 随后反超比分但迅速被逆转 紧接着又追到9比9平 最后凭借反手强势宁拉10比9拿到赛点 但很快也被秋档宁拉达到10比10平 随后10比11被反超但也挽救了一个赛点 12比11 13比12领先后再被追平 最终以13比15西败被淘汰 无缘晋级男单八强 林云如年少成名 很早就打出来了 而且一直以来保持着非常稳定的状态 他现在才23岁 秋档年纪大一些 已经28岁了 秋档从去年底到今年初 那段时间状态非常好 赢过几次国兵队员 取得了非常耀眼的战绩 世界排名因此进入了前十 林云如最高的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五位 秋档曾上升到第八位 以前两人交手过两次 都是林云如取得了胜利 这一场比赛 林云如取得2比0的开局 没想到秋档连搬了三局 秋档上演了超级大逆转 以3比2战胜林云如 晋级男单八强 11月20日下午 WTT福岗总决赛首个比赛日 结束了六场比赛的争夺 其中包括女单 男单 女双和男双四个项目 然而国拼的成绩喜忧参半 只取得二胜二负的战绩 女队和男队的对比很鲜明 女队方面 前天一3比0击败迪亚兹 首局比较艰难 以12比10赢下 把握住了关键分 后两局都比较轻松 其中第三局轰出11比2 王毅迪3比1击败正一镜 对手13比11赢下了第二局 第三局和第四局 大敌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整体状态保持很不错 在德国冠军赛上 还打进女单决赛 这样的话 前天一和王毅迪打进女单八强 国拼率先锁定两个名额 男队方面 林高远又掉链子 以0比3脆败达科比约齐克 对手并非是一流选手 但林高远一局都没有赢 有点说不过去了 他也是国拼受到质疑最多的球员 这段时间的单打成绩惨不忍睹 相鹏 斜杠原历层 组合0比3不敌新加坡组合 无缘男双四强 同样也是大冷门 需要注意的是 王储清和林高远分在同一个半区 由于林高远暴冷一轮游 现在压力都在王储清的肩上 如果他输球的话 那国拼上半区就失手了 王储清首轮的对手是弗朗西斯卡 如果晋级八强 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卡尔伯格 或莫雷加德 相信王储清也期望复仇 但时事求是 除非王储清能找回最巅峰时期的水准 不然前二轮都会很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